哈囉大家好我是彤彤 今天呢要玩這款遊戲叫做 littlehero survival.io 那看起來的話就是 達達特攻嘛 好那我們現在來 看一下這個武器喔 我現在手拿這個手槍啊然後周圍有這個 武士刀 瘋狂迴旋應該就可以對應到那個什麼 輪盤吧 這邊有個南瓜 好整個畫面都是非常像喔 他上面已經直接幫你把這個武器 列在上面 就不用說要暫停然後才能夠看到 這界面真的是非常像 不能說非常像只能夠說一模一樣 這個等級升等怎麼會那麼慢呢 而且下方都還有廣告一直在顯示喔這應該就是火箭吧然後這個就是 立場 好那先選一下火箭好了 而且點點的話就有廣告出現就是這樣 啊直接跳過啊 還好只有5秒啊 這打到一半還會有廣告出現 這明顯我們現在的傷害已經不足了 好那再來的話 選個立場好了 這邊的話是可以增加 暴擊率喔可以跟我們剛剛拿到一些 裝備進行搭配啊不過我們先提升一下豬武器 好然後接下來的話是 好然後接下來的話是 減少 冷卻時間啊這邊有雷電還有火箭 我們還是選 增加一下這個範圍 還有這個輸出 好 這個三級的豬武器喔 這邊還是繼續減少這個冷卻時間啊 看這邊打一打的話就又有一個廣告出來啊 但是叫我大掌櫃 有時候要玩的話應該還是去玩那個 達阿特攻就可以了 好武器 增升到4等 這個射數也是大幅增加 升到5等 基本上已經是連續發射的狀態了 我們現在可以站著吧 就站著直接掛機 不過就算站著掛機他還是 會要我們去看廣告啊 好再選一個雷電啊 會出現 Danger 是不是有 Bull 應該是更多的小怪出現 然後這邊的話可以增加10%的子彈射數 這個是怎樣 超長廣告啊 好嘟嘟主攻大作戰喔 好現在 就逼我們一定要看個幾十秒廣告啊 看這邊瘋狂按打X 好現在終於又關掉了 這也是一個看廣告的手遊啊 好我們看一下他這個升上去之後會變怎樣 射數的話是差不多啊 不過傷害變蠻高的 一發打下去就直接是130的傷害 好現在也不知道他這一個關卡總共時間是多少 好這邊可以增加 這個 能量立場的範圍 啊這邊算了吧我們就當成 順便看一些小廣告 啊又是這個 嘟嘟主攻大作戰啊 肯定是充錢 我們就先把這個立場給他升上去喔 這邊降低冷卻時間這個被動其實蠻重要的 也讓我們輸出頻率變得非常高喔 原本以為他還是那種 就是用劍的互槍會對砍啊 想要變成是跟達特攻是一樣的 好這邊有個 Bull 飛行的 馬面喔 該不會這個抽獎也是要看廣告的吧 抽到直接送我們一個廣告 好提升了兩個 這個 我們直接繼續 接下來下面一個升級這個劍 好補不起來又是廣告 那這個是小小異國 三週年 那整個技能 你看這個一不小心點到 衝心 就要看一下這個劍俠奇緣 劍俠世界奇緣的廣告 好接下來第2個 LUNA 先把他先關掉說不定會有什麼版權 3月28聖大開伏 那一次塞掉我們兩個 不過其實我們沒有要從 重抽 因為他剛好這個 呃 按鈕 跟那個按 重 重抽的地方非常近 我們就在右下有這邊操控 應該就比較安全 好這邊再弄個 補劍 那遊戲技能的話也是跟這個打壓特攻差不多 蠻強的就是那些雷電啊 還有一些火箭喔 所以把他升上去啊 好像是地場啊 還有這個劍其實 蠻好用的 而且他開局的話就可以提供這個 非常足夠的範圍傷害喔 這邊又是立場 那就是玩一段時間就看廣告 玩一段時間看廣告 就 不剪價我就給大家看一下 實際有彎彎一場到底要 看多少次廣告 好 感覺我們就盡量不要去升等級 應該就不會觸發他這個 要看廣告的機制啊 感覺像我們現在應該 還算還行了吧 立場也是升好升滿 就在這中間掛機 好啊那我們今天的話這個 LittleHero Survival I.O的 遊戲室晚就差不多 拍到這邊囉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大家拜拜